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个LED灯 这个LED灯的故障就是打开以后灯光按,然后会闪烁 最后能够正常点亮 它的原因很简单 一看就是这个大的滤波电容坏了 因为上电的时候由于它的漏电使我们这个300伏电压偏低 然后就会使灯变暗 当它的温度升高以后,它的漏电情况会改善 所以灯就会闪烁 当继续变热的时候,它就能够正常工作 然后我们的灯就正常发光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300伏滤波电容更换掉以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下面我们把这个300伏滤波电容先更换掉 这个电容是400伏6.8伪法的 下面我们就给它换一个一样的 实际上电容是10伪法到4.7伪法都是可以的 在我们上电容的时候 只要注意它的急性不要接反了就可以了 它的负极接整流桥的负极 正极接整流桥的正极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 这个棕色线是火线,蓝色线是零线 实际上这个线是可以随便接的 火线通过保险电阻接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零线同样接交流输入端 整流桥的正极输出接我们电容的正极 负极输出接我们电容的负极 这个电容的负极就是我们整极的D 这个电容的正极分两路 一路接我们芯片的四角进行供电 这里没有用线流电阻 直接300伏给芯片的四角提供供电 另一路接我们灯珠的一个引脚 灯珠的另一个引脚接我们这个电感 这个电感再接我们这个芯片的五六角 内部功率管的漏极 内部功率管的原极是七角 通过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1.5欧的电流取样电阻接电容的负极 也就是接整极的D 芯片的一角接大电容的负极 是芯片D 二角是开路保护引脚 二角接一个33K的电阻 33K的电阻另一端 也是接大电容的负极 通过这个电阻能够确定输出开路电压 我们这个电感 它是一个四毫横的电感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7711 我们这个芯片具有过温保护 过流保护 以及开路保护等功能 而且它外围电路比较简单 它的七角内部电路主要是靠检测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来进行横流的 当这个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超过400毫伏时 内部功率管截止 从而通过我们电感上的感应电动式 通过蓄流二级管向灯珠供电 另外当我们芯片内部功率管导通的时候 这个输出滤波电容也会进行充电 当功率管截止的时候 输出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也能够向后级灯珠供电 同时 它能够使我们这个电感上的电压 在它充电的情况下变得低一些 所以如果输出滤波电容开路 就容易使灯珠损坏 下面我们插电看一下这个灯是否修好了 我们看完美点亮 没有问题了 而且每次启动都是正常的 这是我们这个灯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